回湖南三年了很多时间呢都在长沙 但对这里我并不是很熟悉 有时候我也想如果重新回到刚来的时候 我会如何去了解这个地方呢 今天跟着CTWALK长沙指南 选了讲大小吃 上币街菜市场文经度好 来当长沙的一日游客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麦 那我们第一站呢将去到讲大小吃 刚才跟他们打了一个电话 确认一点多过去应该是还有的吃的 那我们待会就骑上小电动准备出发 我今天穿的衣服呢也蛮休闲的 既然来当一日长沙游客 那当然要穿的舒服和休闲一点 对不对那我们就骑着 对了大家如果过来长沙玩的话 我觉得骑小电动和坐地铁都非常方便 在长沙这边的话 那我们就出发吧 去尝一尝讲大小吃的味道 Let's go 哈喽大家好那我们呢已经到达了讲大小吃 它是从一个小箱子里进来的一家店 刚才呢还骑了蛮远的 基本很多汉船身的 呃我都哈以为是只有五公里 结果我一查路线开始骑行的 这只够八点多公里真的很热气过来 那我呢首先点了一杯冰的绿豆沙 我觉得夏天吃绿豆沙是特别爽的一件事情 你好啊 还好喝他们这边的绿豆沙 我还点了一份鸡爪 还有网上推荐的一点文章 cd walk里面推荐的一个他们家的拍广告 我也准备试一试 还有一份拌凉面 我觉得东西还蛮多的 首先从拍广告 这是网那个文章中推荐的 还不错 就是和我以前吃的拍广告味道不一样 以前吃的可能是 哎像鸡翔高一点点这样不好的话 以前吃的拍广告呢 它是红牛加上那种辣椒拌的 但是这种拍广告的话 那好像他们自己调的那种料 里面 味道和你简直的不一样 我再来吃吃那个 拌面 这里吃拌面 这个有 我这是官方客吧 官方客来吃 这里 大碗 讲大 刚刚呢 我们是从这里走进去的 这个小巷子进去就是讲大小吃 然后大家看到的在这边这个角落里那个店是在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吃完了准备往下一个景点去 当然那下一个景点不就有特色叫做上币街菜市场 听说它是长沙最大的菜市场 我们准备骑一个小电动往这边出发 在途中 在途中路过天心阁想起九年来过一次 很久没有去了 准备进去看看 正好呢天气太热 也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刚刚呢我们有经过天心阁这边就进来休息一会 我记得我三年前刚回到长沙的时候也来天心阁玩过一次 那时候也来拍视频就是坐在那个那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印象很深刻 坐在那个中的那里拍摄的一个片段 今天呢也是拍视频 路过我又来了天心阁 两次来天心阁都是拍视频的 经过这里我就来看一看 变化 没有没有变化好像 还是和三年前一样的 休息会在这里 并且吹着风非常的凉快 在这边找到一个地方 这里应该是晚上运动的地方 很舒服 我说如果真的旅游的时候 这样坐着发发呆也挺好的 就是坐在一个 当早累了的时候 坐在一个地方休息一会 发发呆 也是一件旅行中的美式 对不对 来到上壁街 可能是太早的原因 过来的时候并没有非常热闹 街道不长 在巷子和这条街上走了两个来回 里面有很多小吃和凉菜 当时也并不很想吃东西 所以看了一会就离开了 哈喽 对于旅行者来说 朴实无法的一天又结束啦 这是我们在长沙旅行最后一个点 叫文金渡侯和日落 在文章中有推荐 在湘江的这条道路上可以骑着自行车 然后最后和一个日落 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就来到了文金渡侯 那有在在长沙和日落的话 那我又在宋亚湖那边看过 也是非常美的 因为那边有一个宋亚湖嘛 是太阳落下来的时候 在沙滩上玩着看着日落也非常的棒 那今天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错的 差不多7点就日落了 快到时间呢 我要赶紧说完去拍日落了 他就因为这边是湘江嘛 那边是山 那个太阳呢 是从山那里落下来的 最后与水交映在一起 我觉得也是应该是非常美的呀 因为我现在还没看日 太阳还没有落下来 但应该快了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如果我觉得不错 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赶紧走 大家看一下 这边游泳的还是蛮多的 在下面 哎快落了 去那里拍那里好拍一点 这是文金渡侯在这里 我觉得把相机放在这个位置是蛮好的 就放这里吧 这边好像有点挡住啊 放这里应该不错 那就在这里慢慢的欣赏吧 大家欣赏 安静的欣赏 10秒钟的日落 我把这个相机放高一点点 好 时间到了 我们欣赏日落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再去下面看一看 下面的话游泳的人还是蛮多的 在那边 都带着救星船呢 在那边游泳的真的很多很多 那边也挺美的 大家看一下 这种太阳又落下的那种余晖 跟那边的建筑水山交融在一起 真的很漂亮 可以排斗 那刚才我们安静的坐了汗的一会儿日落 我觉得文静度和日落 非常不赞 这边呢 对岸就是橘子猪头 和宋亚福和日落又是一种不同的感受 因为我们可以坐在那湖边真正的 就是那岸片石头边上去看太阳落下来 这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同时那个轮渡 还有那种我以前做过一次啊 就是和橘子猪头夜景 从熊家里玩的那种游轮 还从这边经过 都是一种不同的景色 那这边还是值得推荐的 如果大家要和日落的话 除了苏雅湖这边文静度后也可以过来 特别是来长沙玩的 也可以来这边和日落 我觉得非常不错 那我们的这个视频就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呢 还会去尝试探索长沙跟着其他的介绍啊 跟着像今天跟的是Citywalk长沙的一篇文章 33件在长沙必做的33件事情来去做的一些 尝试的一些景点 那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后面呢可能还会做这样的系列 那今天我们就游玩到这里吧 拜拜下次再见 by bwd6